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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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活了七十二到七十四岁 看怎么算呢 耶稣活了大概三十三岁左右 释迦牟尼佛大也活了大概七十左右 所以耶稣是活的最短的一位 然后又加上以前没有记载 所以等一下要告诉你的故事里面 会有一些不在圣经里的 为什么不在圣经里 讲完这故事你大概也知道 这最好不要说在圣经里 如果变成是信仰的故事 是不太好的故事 这是耶稣的生平的那种 我就是每个PowerPoint 就弄一个他们附的PowerPoint的图 我就觉得还不错 颜色什么都没有特别 好那四大福音书大概排起来 根据这个顺序 第一个是耶稣准备期 当然前面有他的家谱 然后开始传道 这就根据约翰福音 然后在加利利的传道 这都是小地方 非常小的地方 有时候就是一个村子 然后最有名叫登山宝训 Sermon on the Mount 不是Mountain On the Mount Sermon on the Mount 然后平原讲道 Sermon on the Plain 这两个都非常非常有名的 然后最后他在加利传道 他加利传道为什么要到 当时的耶路撒冷去 就去找死的 因为他的小地方传道 不会有人理他 你到了这个大地方去 当时的犹太教的人 就会找你麻烦 你来干嘛踢馆吗 所以其实让耶稣死掉 不是罗马人 是犹太的那些长老 就是他来踢馆了 所以后来这个故事 在天主教里面就说 耶稣是被谁害死的 犹太人 所以等到迫害犹太人的时候 那就名正言顺了 这反犹不是从德国纳粹才开始的 反犹已经有一千多年以上的历史 在纳粹出现之间 纳粹只是最后的一个总结 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 非常非常悲惨的故事 但是有这个根源 就采来这圣经的根源 尤其你看了耶稣怎么上十字架 其实犹大是把耶稣交给谁 交给犹太教的长老 不是交给罗马官方的 罗马官方授权给犹太教的人 统领那个地方 然后你们要杀他吗 彼拉都还说 你可以换一个人啊 换一个人我们就放他走啊 没有要换 就杀他 然后就给他冠一冠犹太人的王 就讽刺他的啊 所以最后耶稣就带着荆棘 你看看有些图片就这样 然后写犹太人的王这样 所以耶稣被谁害死 这个在圣经的记载 很容易就说 就是被犹太人害死的啊 所以这个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残语 真的有点可惜 他不是当成历史的故事来看 变成那个后来寄负的时候 谁是那个替罪羔羊 甚至他们不认为他是提罪告 还要祝彭杰上耶路撒冷 他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 这个有不同的讨论 他在旁边传教就好了 不要去那边提人家管 你提人家管 人家当然就要教那个 这从很世俗的观点来看 耶稣在犹太地区传教 有个地方叫犹太 要在耶路撒冷最后的传教工作 最后要讨论末世 这个末世观念呢 也不是只有基督宗教有 西方很多宗教都有末世观念 只有中国人没有末世观念 所以你看现在所有的什么骗子 都最后都是末世 世界要毁灭要干嘛 好了 还有一段最后的续述 还有最后的继续 这是他们把斯大福音书 可以做这十五个章节的整理 不止哦 还有受难啊 然后最后的晚餐 然后最后被出卖 然后复活啊等等的 他一定要相信复活 你一定要相信耶稣 就是为了世人的罪来赎罪 这是基督宗教的基础 其他文明的人很难相信这些事情 然后还你要相信原罪 我干嘛相信原罪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是跟他们的整套的观念是有关的 好 这几个学者说 耶稣生平的福音书要领 公开执事以前的耶稣 这个执事就ministry的意思 然后还有这个耶稣的两个家谱 两个家谱其实是有断裂的 我的附录里面有啊 我看所有的书都说有断裂 没有人列个家谱给你看 我就读到这很不爽 我就把书打开 我就开始花一个工作天使用 把两个家谱这样列出来 这些人都没列 他们还基督徒了 我还不是 然后我一定发现 这个差那么多 为什么差那么多 等一下再稍微解释一下 好 还有世西子约翰啊 有人认为世西子约翰就是 最后会来的那个米赛 世西子约翰说不是 将来来的那个人比我还厉害 那将来来的谁呢 Jesus 他就受洗啊 受试探啊 他荒野过坐了 待了四十天啊 然后召唤门徒啊 然后后来又选�ml 他选了 门徒不是来报名的 没有背曲哦 这个人现在考察istornier 他拡选了十二门徒 不要想看这两个字ictions 所以后来说 你是上帝的选民 那谁选啊 上帝选leen而不是你选 不是你报名啊 后来犹大变元punk变成叛徒 那怎么办,再补一个 所以犹大完了 就是后来犹大被出卖了以后 就是后来补了一个 所以耶稣有几个门徒 其实理论上是三个 因为中间有一个出去了 后来又补了一个进来 所以耶稣其实是十三个门徒 但十三是不吉利的 在西方里面 十三又星期五 星期五为什么不吉利 耶稣被杀了 懂吗,要了解之后 十三号星期五是双重不吉利 耶稣十二门徒 再加上耶稣几个人呢 十三个人 应该是礼拜四晚上吃饭 礼拜五被抓了 然后就死了 所以十三号星期五在西方不吉利 欧洲中古时期 非常相信十三个人吃饭是不吉利的 所以饭店里面门口永远坐一个人 如果年夜坐刚好十三个人 他可以凑一个变十四个人 有这工作的 就像老外说 你有些餐厅你不穿西装 他不让你进去 那你说我没穿怎么办 没关系 餐厅有备西装 你就套一个西装外套 你才能进去吃饭 各位吃快餐的人 从来不知道这个事情 将来你只要有机会 进到这种高档餐厅 你一定要换衣服的 好 那这个 这是准备起 后来公开传道 耶稣跟亲属乡里的关系 亲属乡里根本看不起他 所以耶稣讲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都是被看不起的 就是你自己课教的再好 课堂上出现的人会很少 但网路上会变成红人 好 那耶稣在家乡纳撒勒 在这个加拿的婚宴 就是他把水变成酒 这非常厉害的 因为酒不够喝 耶稣跟犹太领袖的接触 然后跟外邦人接触 还有撒玛伊亚的女人这些 这些都是耶稣的故事 还有他的神迹 还有他的教导 这就是他的思想 山上宝训 平原宝训 还有耶稣在加利利做哪些事情 其中有个谁将为大 是弟子在想说 谁是你最钟爱的弟子 如果要放一个插曲的话 我是不是你最钟爱的人 你们现在还听这首歌吗 你上网可以听得到 我是不是你最钟爱的人 心爱的人 这好像是潘月云还可以唱的 有一句 中间有一句 然后这耶稣进入耶稣沙人以后 做的事情 他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从今天来看 这就是一个疯子 到了圣殿里去看人家 在那边兑换钱币在干嘛 他就把人家桌子给掀了 所以你怎么在我父的圣殿桌上 做这种事 你谁啊 你父 你不就那个乡下人吗 所以有些地方 你从那个当地的当时人来看 是很奇怪的 好 那这个最后他被捕啊 然后被审啊 然后复活 受难然后复活 那故事是一样 好 我们大概就是根据这个 然后这个是几个学者说 大概到目前为止 研究者所共同确认的几项共识 只有八个共识 这个人呢 就有多好共识 大概有六个是不是 然后这个人大概有五个 然后这个人大概提了大概有十件事情 这个人提了七件事情 大概都可以被研究者共识 这差不多的 简单来讲他们的资料是什么 就是我等一下要讲的东西 卑之乎圣高论 因为没有别的东西 好 那买下这个家世呢 他有非常复杂的记载 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六节记载 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前后总共四十一代 这是我掰手指头算的 所以是有可能算错的 然后路加福音呢 他好像自己有写 第三章第六节总共有七十七代 四十一跟七十七差很多耶 快到一半了 从亚当到亚伯拉罕中间隔了二十代 然后路加福音扣除了先行的二十代以外 其中五十七代中只有十七代的名字 跟马太福音列名的家谱重复 其他都是各自表述 我就没有看到人家这样写 然后我还有一个表 我这样写是根据我那个表来的 好 所以你就去看看表 那他的父亲是谁呢 这很尴尬 说是约瑟其实不是他真父亲 是被塞了 说他要做父亲的 约瑟在之前结过两次婚 他年纪也很大 大概跟孔子的爸爸一样 然后第一次结婚的时候说是四十岁 八十九岁的时候成为官夫 所以第一次如果是第一次 大概婚姻持续了四十九年 很长的第一次 马利亚是第二次结婚 然后他在一百一十一岁的时候过世 OK 这是约瑟 这里面有点外文献 不是圣经里面的记载 所以有人叫约瑟 他住在这个大卫的城里面 在上主圣殿里任命为祭师 除了他之外 金鱼手鱼他是木匠 所以耶稣早期听说也是木匠 然后他娶妻结婚 然后他又为自己生了儿子女儿 还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 名字叫做犹大 所以这是耶稣的同父 也不能同父 也不是同一个母亲 所以这是耶稣的兄弟 但是其实也不是同父也不是同母 因为约瑟没有做任何贡献 他只有他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我这讲话都非常谨慎 好 所以说耶稣是父亲 只是说我们方便的说法 其实他不是 那他既然不是 那那个家谱算吗 因为家谱是从前面 一直到约瑟来的 那如果约瑟不是我爸爸 你懂了吗 所以就是 不要太计较 你计较都讲不下去 真的不要太计较 你信教的人 那我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不信教的人 我就不计较 有这个记载 好 所以他的儿子第一次婚姻里面的小孩 有这么多 另外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吓死我了 说耶稣的爸爸是罗马佣兵潘德拉 还有名字 这是我在看的另外一本书 一个台湾的人写的 一个教授写的 就是李亚明教授 他的书还是正规出版社出的 不是那种自己印的那种 他说福音书作者写 是玛丽亚是处女生子 这个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可能 我特别强调可能 是因为很多人的文章 都从可能 然后就变成真的 或者阅读的人 就从可能就把他当真的 可能 毕竟只是可能 不要忘了 为什么 因为他证据很不坚实 可能因为耶稣是个私生子 那也不叫做处女生子 这两句话是矛盾的 如果他是处女生子 那就他就不会是处女生子 第一就没有处女生子 他就是神的儿子 如果是处女生子的话 因为这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他是有个私生子 那他就不是处女 了解吗 好啦 总而言之 这是李雅明的说法 说后来的犹太文献 塔木德对这一点也有一些记载 好 那别忘了 耶稣算是犹太人的叛徒 或者改革犹太的人 所以这个记载在哪里 这一点上有记载 如果是我来写书 我就要注明出处 哪一本塔木德谁翻译的第几页 有这个记载 不然的话你这样讲 不太负责任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写法 说耶稣是玛利亚 跟罗马佣兵潘德拉的四兄子 你这是历史上的水果周刊吗 还有水果日报吗 需要这样吗 潘德拉跟约瑟 那个淫乱的妻子玛利亚 这不是跟我们讲那个 张华的伯物志 讲那个孔子的爸爸吗 不是 你不就有义曲同工之妙啊 在玛利亚有月经的时候怀孕 月经的时候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 有人说潘德拉这个名字 是由希腊文处女这个字来的 这些考证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他说早期基督教奥利金这个人 记录公元二世纪 罗马学者批评基督教言论 这个塞尔索 我塞尔索斯这本书现在是有中义本的 我也找到这中义本 类似的言论 塞尔索斯说我们回到一些 规之于犹太人说的话 这是还是犹太人说的 说耶稣的母亲因为犯了通奸的罪 所以跟一名叫潘德拉的士兵生一个孩子 并且被跟他订了婚的木匠赶了出去 这是犹太人的记载 那犹太人的记载是根据这个塞尔索斯记载 我就查出来 第57页 不是他讲第57页 不是我 他讲太快了 然后现在的博尔索斯综艺本第26页 有这样的文字 你看一下原文是怎么说的 除非综艺本有问题 所以人家引证的 你最好能够去查证 尤其这种重要的事情 他引了一个想象的人物 模仿一个孩子像一个演说家 学习最初的课程 然后引入一个犹太人 对耶稣说些幼稚的话 所说的话没有一句 跟一个白法苍苍哲学家相称 这一段没有什么太大意 对此我们也进我们所可能考察 并表明他在论述中 并没有使这个人物 与犹太人完全一致 然后 这个然后是我在讲译里面有记载 他描述这个犹太人 与耶稣本人有过一次交谈 对耶稣提出了很多指控跟批驳 因为他认为 首先耶稣编撰了自己 从童女出生的故事 我们这段是要讲他爸爸 他指责他 因为他来自犹太村 落成一个贫穷 以仿制为生的 由乡村妇女出生 他说 他丈夫是做生意的木匠 把他赶了出来 因为他有通奸的行为 然后他说 他被丈夫赶出来之后 在可耻的路上徘徊 在这期间 他偷偷生下了耶稣 OK 这跟前面 然后回到犹太人的口中 耶稣的母亲被表达 被与他的订婚的木匠 丈夫抛弃 因为他行的通奸 就是与某一个叫做潘塞拉 就刚刚前潘德拉的士兵 有了孩子 这段话确实有这样的记载 好 他说 为什么耶稣可能是私生子 他还有推论 我要告诉你 这些都推论 我不相信 但是既然有 中文里面有这个说法 我就让你知道一下 像这种论述 他因为他生前 家庭关系很不好 各位同学 所以你跟你家里关系不好 你就要怀疑 你不是你爸妈生的吗 这大概小社会 你到了某个年纪 你还真正不相信 我想 除非你做DNA鉴定 等等 现在 他特别他对他母亲 态度尤其恶劣 他就有证据 那对母亲太多恶劣 就表示他是私生子吗 我觉得这个非常 circumstantial 就间接证据 十九世纪 就考古发现 罗马军人潘德拉的墳墓 如果那是蔡奇阿米阿娘 发现也不是太难了 这个人年龄跟玛利亚相近 他如果跟他通奸 还要看年龄相近于否 从此人名字判断 他可能是犹太人 来自这个地方 这可能 别忘了他关键字 而马可福音说 有耶稣没缘 又绕了大圈 往西顿境内去的记载 不能去那地方 去那地方 就是因为你的生父在那里待过 1945年发现多玛福音105条 记载过耶稣说过一句难懂的话 也就是说 任何人知道他父亲跟母亲的 就要被称为是妓女的儿子 这句话就表示他是 他妈妈是跟人家通奸出生的 这种断章曲的话 这句话可能反映出耶稣为私生的困扰 三个可能就变成一个真相吗 三个可能还是可能啊 但是别忘了 可能的另外一面就是不可能啊 所以你要非常小心 日常生活里面 常常有人会用这种方式来推论 然后最后得出一个百分之百的肯定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 好 玛利亚呢 与约瑟结婚通奸怡云 我顶多说是有这个记载怡云 但是我觉得证据不够坚实 好 点外文献有 雅各原始福音 对玛利亚出生成长详细的记载 那我讲译里面都有 但是我们今天讲耶稣不讲玛利亚 所以我把这个部分就跳过去 你可以去看 点外文献 叫雅各原始福音书 说玛利亚十二岁的时候 这玛利亚耶稣的妈妈 我们还在讲耶稣妈妈 这是第三节 说这个出去 出去召集群众中的官夫 因为他们个人要带一根杖来 然后主向谁四下标记 他就要跟谁解 就是当谁的妻子 玛利亚是招亲的 你不许这故事跟佛陀的太太的故事有点相近吗 佛陀不是很厉害吗 不是有一只无辜的大象吗 各位记得吧 阿难进来怎么样 然后那个谁 提婆达多进来怎么样 然后佛陀进来怎么样 那大象死三次 好可怜的大象 好 好 报信者出发 就是他就召官夫来 为什么要 他要嫁给官夫 他办了什么罪 这个我到现在也不懂 好 约瑟呢就扔下斧头 出去跟他们会合 因为他就是官夫 众人聚集以后呢 就拿着杖到大祭司那里 大祭司拿个人杖 就进入圣殿祷告 每个人都有个杖 表示大概有点年龄了 中国人大概六十才杖于乡 六十岁以上的人 才可以在乡里面拿根拐杖 这样 好 他杖了 杖并没有任何标记 就好像是要抽签一样 约瑟接过最后一根杖 看来有一只鸽子 就从杖里飞出来 鸽子在基督宗教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象征 当然在那个吴宇森的电影里面也是 所以这个鸽子代表和平 或代表神灵 好 飞到约瑟头上 所以对约瑟 约瑟福气降临你了 所以鸽子飞到他头上 然后他就得跟玛利亚结婚 领着主的同女把他带回去 好好地照顾 这是当时的那种 完全没有跟罗马的士兵有任何关系 约瑟回答说 我已经有儿子了 而且我也老了 而且他也是个女孩子 我恐怕自己成为以色列人民笑柄 没关系 东方有一个人早就干这事 叫野和 好吧 约瑟基斯说 没关系 懼怕你的上帝 这是上帝规定的 你在年纪大也不用 上帝像 这几个人 约瑟感到害怕 你干嘛搞我呢 年纪那么大了 好 好 玛利亚又带回 就带回去了 那怎么办呢 上帝生气了 你有好日子过吗 赵偉啊 约瑟说 玛利亚我从主的殿把你接回来 现在我要把你留在我家 我要去建房子 他木匠 然后我会再回来找你 主会看过你的 好 当时的正在举时中 祭司会与他们决定 这祭司啊 这是犹太人的祭司啊 祭司说 把大卫之派的所有纯洁的童女 找到我这里来 就去找 就找到七个童女 祭司想起到 那个叫玛利亚的孩子 就是耶稣的妈妈 他属于大卫之派 在上帝面前是纯洁的 就把他这给找回来 然后他们就带童女进到主的殿 你们给我抽签 看谁知金色的线 谁知石绒线 谁知戏麻线 谁知丝 谁知紫蓝色的线 朱红色的线 还有谁知纯紫色的线 而且玛利亚抽到是纯紫色跟朱红色 还好他不认识孔子 不然孔子说 噢 紫之夺朱也 他紫跟朱都有 所以还好 东方不正西方 没不病在一块 他就把线带回家去 这时候 撒加利亚已经哑了 撒木儿呢 站在一起 直到撒加利亚 可以再说话为止 但玛利亚拿了朱红线去编织 所以这个是 这个玛利亚的故事 他看起来也像是一个织女 然后被官夫是这样决定 这个都不在圣经里 都不在现在读的圣经里 好 那兄弟姐妹啊 刚刚上就讲了说 托名马太福音 托名就说 不是真的他写的 假的他的名字还写 托马太福音名的福音 约瑟参加会议 叫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些人 好 所以整理一下 除内话 一个叫雅各 很奇怪 雅各这个字翻译 竟然不是Jacob 而是James James James我们现在都翻成詹姆斯 怎么会翻成雅各呢 圣经里面有叫Jacob 也翻成雅各 James也翻成雅各 那是怎样 当你说雅各的时候 到底是James还是Jacob 好 约瑟 这个叫Eustus 这个约瑟叫做Joseph 我们现在翻译约瑟 如果Joseph也是约瑟 Eustus也是约瑟 这不是很大困扰吗 我常觉得这个翻译的问题 所以他可能翻成尤士都 尤士都或者约瑟 另外一个叫尤大 尤大跟这个是普通名字 刚刚讲的尤大名书 尤大不是他 然后西勉 他的妹妹有两个叫雅施雅跟驴笛雅 这是约瑟的儿子 在一般来讲就是耶稣的兄弟姐妹 一般来讲 我们不要太能 他有关耶稣手足说法 因为耶稣有兄弟姐妹说法 跟处女圣子说法矛盾 所以坚信圣母始终是处女人 那位手足另外一场婚姻的结晶 在别的记者过 是这样子 这是当时不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的记者用推论 所以有时候推论也可以推论出 这个一样的 好 耶稣到底有没有妻子 所以是打个问号 因为你们这代人都已经看完达文西密码了 他告诉你们说 他不是他的妻子 但很多人不会相信 叫做摩达拉的玛利亚 Mary Magdalene 点怀文献里面有 达文西密码助长的这个神话 那耶稣身份 耶稣到底是谁 就像那个佛陀有十个号 如来啊应世啊等政觉啊什么的 那基督就是刚刚讲过 这是从希腊文来的 Christos 就是救世主的意思 米赛亚或翻成墨西亚 沉墨的墨西方的西 那是犹太人的翻译 或者叫Rabbi Rabbi就是导师的意思 这特别是宗教方面的导师 叫拉比 就是Rabbi 然后或者叫人子 Son of man 或者叫神子 Son of God 或叫犹太人国王 犹太人国王 是他最后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 讽刺他的那个牌子 好 那就讲圣灵受孕的故事 这也是一样 不是圣经里面的故事 圣经里面的故事 跟着 这是另外的故事 是玛利亚福音书里面 所以玛利亚拿着水瓶出去打水 就是看了 突然间声音对他说 你好大蒙喜悦的女子 足与你同在 你在众福人中是有福的 先给你问安 以前人是这样 所以后来在天主教里面叫万福玛利亚 万福玛利亚也是这样 是蒙福的 所以给你圣经受孕 是老天爷或者上帝的恩宠 对于现在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 干嘛呢 当时人也是不可思议的 忽然间这样 我们人类很难接受这种事 他环顾左右 想倾倒声音的来源 站头回到屋里 放下水瓶 拿出紫色的布料 就在自己的位置要抽现 刚刚的别的故事 也跟紫色有关 看到主的一个使者 突然站在他面前 那些外星人 或者什么的都是没有声音 你不吓到吗 还好这人胆子都很大 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惧怕 你不要这样 我就不会怕 干嘛呢 你不能正正规规的 站在我们前面 不要吓我 因为你在万有之珠 在面前是蒙愣的 而且要因他的 道 怀孕 我想 那个时代的人 大家觉得这件事情 是一件好事 各位女同学 如果有一天 你碰到这样的事情 你会觉得是好事 我真的很佩服你 我想这对大部分人来讲 都是一件太令人压抑的事情 他听到这话心里困惑 对啊谁不会呢 所以我要从永活的上帝怀孕 就好像每个人怀孕那样 怎么动呢 书说 不是的 玛利亚 因为主的能力毕业你 因此呢 要从你身上生出来圣音 要称他为至高者的儿子 你要给他起个名字叫耶稣 你不仅要不要生都没有决定权 没有决定权 连取名字都没有决定权 好 然后 只要你要把自己的百姓 从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 就是这个小儿子来拯救世人的 这点跟后来圣经的讲法是一样 玛利亚就说 看来主的世子在这里 愿事情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 好吧 Just do it OK 反正能怎样呢 对不对 他都派来了 然后世子就走了 好 所以在这个西洋的绘画史上 有一个话 就是有一个天使 告诉玛利亚说他要怀孕了 这幅画的一个名字叫Annunciation 就是来告诉你这个消息的 宣布这个消息 这天使的名字叫做Gabriel 有两个有名的天使 一个叫Michael 一个叫Gabriel 加百列还是什么之类的 另外那个叫什么 米加勒 这是不同的翻译 好 怀六个月生育的时候 约瑟就离开他的建筑工历回家 去了 发觉玛利亚怀了孩子 他就用灰土脸 这是当时的规定 整个人趴在麻衣上 然后悲气说 我有什么脸呢 仰望我主啊 我应该为他献上的祷告 他以为那个是玛利亚跟别人生的 没有那就是主派来的 他不知道 没有人通知他 他不知道六个月工作回来以后 碰到这种事情 他说我应该为他献上祷告呢 还是怎么样 他说我主的殿把他接回来的时候 还是童女啊 没有保护他 谁欺骗我 在我家做恶事 没有人欺骗你 人家决定你只是照办而已 把这个童女从我身上俘虜去了 难道亚当的故事会在我身上重演吗 亚当故事好像不是这个故事 除非他有另外一个版本 他说因为亚当称颂上帝的时候 蛇就变来了 发现夏娃一个人独处局势 欺骗了他 玷污了他 现在圣经里面没有蛇玷污夏娃的故事 只是说他欺骗他 他其实也没欺骗他 告诉他吃那果子 那到底有没有欺骗 这里面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在研究诈骗社会学 人类的第一次诈骗在哪里出现 伊甸园吗 很多人就说伊甸园 我就很认真把那个故事看了 这什么时候谁骗了谁 蛇对夏娃讲的话都没有骗他的 好 那这个约瑟从麻衣上站起来 就呼唤玛利亚说 你是上帝所看顾的 为什么要做出这件事 本来总议他就误会了 玛利亚是做的 这不是 从头到尾都还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使者梦中显现告诉约瑟 我就不念了 就告诉你说 你让两个小两口这样子吵架 也不是小两口 这什么意思呢 你办事怎么这样办的呢 愿意帮你办事 还要经过这个折磨 我实在觉得这些天使都不太会办事 好 然后玛利亚大肚子要约瑟就被误会了 老不休了 搞大肚子 我想现在都可能 那时候就别讲 这边有一个详细的故事 好 他就怀孕了 结果呢 后来他故事就要出生了 结成婆与他同到了山洞 所以是在山洞里面诞生的 可是现在圣诞节都说他在马巢里诞生 所以他除非他诞生两次 但一定有人讲错话 好到山洞里呢 就有一片光明 光亮黑云 云是光亮 这个大概是烤漆吧 孩子们 把山洞遮住 然后结成婆就说 我的灵在今日显为大 这大概是他们教徒的一个说法 因为我的眼睛看见了歧视 旧鬼已经从以色列出生了 于马上就从山洞消失 那一道光就出现 光亮的让眼睛没有办法承受 没多久光就退了 直到孩子出生为止 孩子就对玛利亚的怀中吃奶 结成婆就说这一天对我有何等重大 我竟然看见的形象 然后这个结成婆从山洞出来 这个萨罗米遇上了一个童女产子 这本来在本性上不可能发这种事情 这结成婆从来没看过这种事情 萨罗米接着说 我只是永生上帝发誓 除非我把手指头放到阴道里 测试他的情况 否则我不相信童女能够生子 这个萨罗米应该是另外一个人 好 玛利亚十六岁圣灵受孕 然后还有被质疑 我相信这个在任何时代 就算你相信了这个 现在你还跟人家宣称 说你是圣经受孕 我想你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被打耳光 你凭什么圣经受孕 好 这个事情只有马太福音不同的记载 他的诞生 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都没有提到 点外文献 这叫皮斯特斯索菲亚的灵异记载 有这个诞生的灵异记载 这跟孔子灵异记载故事有类似 跟佛陀也是一样 只有苏格拉底没有灵异记载 耶稣说来讲到这里 我听到第一奥秘的吩咐 什么是第一奥秘 这是灵芝派的经典 这跟现在圣经完全是不搭的 低头看人类的世界 我发现玛利亚 这不是跟佛陀在选择在什么地方出生 什么种姓出生 什么家庭出生不是一样吗 他低头看人类世界 他要出生之前可以选的 我们大部分人都没得选了 发现玛利亚按照肉身而称为我母亲的那位 我以加百列的形象 Gabriel跟他说话 当他抬起头转向我的时候 我又把第一力量推进他的身体内 你又是加百列 你又是他儿子 你这个一人分事多角啊 不得了 这力量取自巴贝罗 这个在犹大福音书里面也有 巴贝罗就是另外一个天地 然后我在天上拥有的身体 灵魂方面 我就把力量推进他的身体 这个力量从那个伟大的万君之美善 然后跟这个什么公义住在一起 这话都是神秘主义的话 现在没有人听得懂的这话 好 四福音书都没有记载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 所以这个还有多玛福音 多玛的耶稣婴儿时期福音 这是他童年 他童年干什么呢 圣经也没有记载 四大福音书没有记载 所以五岁的耶稣呢 他能够显神机 然后脾气暴躁 置人于死 好 你看这边有个故事 他发现他是安息日 犹太人安息日是要休息的 念经 然后跟这个 吴贤华 祷告 不能做事 所以不能做生意的 安息日通常在礼拜六 现在礼拜六 耶稣拍拍手 向麻雀说 你们给我走吧 他用泥树的那个麻雀 然后最后他一拍手 那麻雀全飞了 这不是变魔术的时候 流迁都变不出来 好 这边就有人说 哇天哪 他儿子用泥巴做的麻雀飞起来 后来呢 文士雅拿呢 跟约瑟站在一起 看到这个耶稣拿着 就把那个水分散 他这个傲慢无理又笨蛋的家伙 然后耶稣看了这个 这个 骂那些老头 那些水蛙跟水有害吗 你现在就像树这样 哦不是讲无花果 然后 哦不是那少年 那少年就完全干枯 他讲完以后 那人就干枯了 全部就扁了 特效了 非常特效 他还不是那个树 叫什么 然后耶稣走了 回到约瑟家 哭嘎的少年的母亲痛哭 把少年带到约瑟前面 你看看 你什么样的儿子 竟然干出这样的事情来 因为他有那能力 就把人一说 说就说死 就说成干枯 还有另外 撞耶稣的少年 就被诅咒就死了 你说这故事能说到圣经吗 各位 如果我们是要开会 决定要说到圣经 我想你我都会 胡说八道 不是一句话完了吗 反正总而言之 这个人就死了 然后这个 引起了家族 恐慌到其他家族 说除非你教他 只会祝福不要诅咒 因为他正在 杀害我们的小孩 谁让他不满意 他就杀人 你不觉得这小孩 真的有点情绪的问题 一不高兴 就叫人家死 叫人家干瘪 好 约瑟就教训他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这一般爸妈都会嘛 他说这个 我知道 你看那红字 我知道这些话 并不出自你的 但我为你的缘故 闭口不言 只要他们受到惩罚 意思就是他 还是觉得不爽 你干嘛 你干嘛就说我这样 历史呢 指责耶稣人就全瞎了 你们谁说我不好 你们说 不必说 你马上就瞎了 这不吓死人吗 约瑟一看耶稣的事情 就用起来堵他 扯他的耳朵 然后他就反驳说 你不要惹我生气 看起来像不像现在的那种青少年 那种脾气不好的青少年 这故事能收入圣经吗 各位 我想我要是主持人说 算 胡说八道 可是有这种点外危险 然后他去上学 那也有不知天高地高老师 然后学生反而变成老师 这个跟佛陀的故事不是也很像吗 佛陀也去上课 结果他懂得比老师懂得还多 只有孔子没这故事 苏格拉底也没这故事 好就讲了很多寓意啊 什么字母啊 什么之类的 好这个 终于在五岁的时候 他有救人复活的经验 所以这个有比较正面的那个记载 还有呢 他有的青年 砍伐木头的时候伤了脚 他也把人医好 这后面都稍微正面一点 你可以看到 如果这是一个例子的故事 怎么样从一个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 变成能够帮助别人 六岁的耶稣还会用衣服圣水 八岁的耶稣有种麦子的比喻 这后来这个 他种的麦子种得很好这样 撒下一粒小麦种 到收割的时候就种了一百代 所以这也是一个能够让生物繁衍 大量繁衍的一个做法 然后他呢还可以把木头拉长 这是在这个小木的鼻子发明之前 木头可以拉长的 小木的鼻子怎么可以拉长的你说 可是这些都做到 因为他们是木匠 然后呢耶稣第一位老师是以暴制暴的恶力 然后这个耶稣就很不爽 这样子 然后耶稣第二位老师是见证了耶稣的恩惠 恩典跟智慧的人 所以他有几个老师 所以要碰到一个真正的了解老师 真的是不容易在那小时候 然后他雅各被毒蛇咬伤 他也救了他 所以有些故事不是太好 但是显然好的故事是不少的 让死去的小孩能够复活 所以他的复活 不只他在后来复活 他让别人能够复活 还有十二岁的耶稣在圣殿 圣殿里面跟长老论律法 这个在圣经里面就有记载了 就是说他爸爸带他去耶路撒冷 后来回来的时候 是一群人去一群人回来 就忘了他没跟回来 没跟回来就回去找 找了半天在圣殿里找到 然后发现他在跟那些年纪很大的 经师在讨论律法 然后他竟然对他妈说 你为什么要找我呢 你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 所以就表示他是上帝拣选的 或者他就是上帝的小孩 或者他就是上帝圣父圣灵圣子这样 然后十三岁到二十九岁 这大概十五年间没有任何记载 连点外福音书都没有记载 有人就认为他那时候应该去了印度 因为是连起来的 所以有修行的岁月 你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一个影片 纪录片不是乱搞的 就说有耶稣的坟墓 那是后面再去 如果他十几岁有去过 二十九岁到三十三岁 大概四年的三年的时间 然后回到耶路撒尔 然后再到印度 不是不可能的 传说到印度 为佛教比丘 好 耶稣跟受洗者约翰的关系 受洗者约翰在约翰和替人家受洗 他传道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替他携带也不配 前几天有一个总统候选人替人家携带 也引起了争议这样 他们都不知道这其实是要效法某一个人吗 或某一个故事吗 这个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所以呢 这个耶稣被约翰施洗完了以后 就看到天裂开了 然后圣灵仿佛鸽子 这鸽子是基督教里面非常重要的象征 鸽子啊 狮子啊 什么代表了 后来代表了这个耶稣的四大门徒 所以到那个天主教的教堂里面 都会画这几种动物这样 声音又从天上来说 你看见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样 这是受洗者约翰 或有的翻译受洗约翰 那耶稣到跟本乡人了 大家都知道他们家的故事嘛 他说耶稣大凡先知 到处第三后面 除了本地亲属跟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 所以耶稣在外地很受人尊敬 再加强就不会 各位将来要是变成很有名的人 人家去访问你的同学 那同学都说 我当初看不出他会这样啊 他不就是个痞子吗 这就很尴尬 很多大人物啊 包括总统的同学啊 历任总统的同学 人家去访问 没有看出他当初有这个领袖的才能啊 那些同学都应该好好地给他垫一下这样啊 扣他的年金这样啊 好登山宝训啊 这是最有名的话啊 最有名的话 说耶稣看很多人上了山就坐下来了啊 他就一边走 后面一群人跟着 门徒大家跟前来了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啊 这到底有几个人有福呢 各位可以算一下 有人说八个啊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 为什么虚心的人 天国就是他的 没有解释 但是告诉你 这答案 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得清心福全吗 因为他们必见得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 受益被卫益被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 天国是两种人 虚心的人跟这个啊 人因为我辱骂你们 然后逼迫你们 捏造各种话 要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这第九种 很多人没有借到第九种 你们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 你们是世上的言 言是非常重要的那个 一个比喻 言若失了位 怎么能叫他再闲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 你们是世上的光 成罩在身上是不能隐藏的 所以言跟光 台大以前有个光颜社 就是基督教的社团 所以这是比喻啊 他叫他基督教学生社团 你就一听就知道 他叫光颜社 你至少是个象征 你不知道是干嘛 你还以为是做菜的 有光有颜 登山宝庆也说啊 这里面就是告诉你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啊 凡向兄弟动怒的 难免受到审判 所以你不应该对自己的兄弟动怒 凡骂兄弟是拉家的 这个不好听的话在当时 难免工会的审断 凡骂兄弟是魔力的 难免地狱的火 所以西方人一直认为地狱是个火 这可能跟火山的概念有关 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兄弟向你怀怨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跟兄弟和好的 所以强调兄弟要好 如果强调兄弟要好 他跟他兄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他真的有亲自做到吗 我想这是一个问题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若有一文钱没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出来 所以不能欠债了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兼淫 听见有话说有的翻译是说 经上这么说不可犯坚淫 这经什么经 就是旧约圣经 那耶稣呢 就是把旧约圣经的规定呢 规定的更宽松还是紧一听 经上说不可坚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 看见妇女就动一念了 这些人已经犯了坚淫 这是比那个还严格的 所以他要要求的是一个 对自我要求 比犹太教的要求更深的 如果你们的右眼叫你跌倒 眼怎么会跌倒啊 这个现在的观念应该不是 应该是整个中枢神经的协调 平衡协调的问题 然后你就把右眼挖出来丢掉 你可以送给雷神索尔 雷神索尔需要一个眼睛 不过他现在有了 就当给他写修书 还有什么 宁可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 前面还有一段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要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所以呢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要叫全身下地狱 又有话说 人若修妻 就当给他修书 你要修他 就给他一个正式的文件 只是我告诉你 凡修妻的 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 就是叫他做淫妇 人若娶了被修的妇人 也是犯了奸淫 所以这个话呢 有人就把他讲成是 耶稣不赞成再婚 不赞成离婚 不赞成再婚 你没有听见 吩咐古人的话 说不可 不可 背试 违背试也 背起的试总要 向主谨守 这是登山宝训的后面 只有耶稣有的那个 还有 告诉你们 什么试都不能发 不能乱发誓 不能指天发誓 因为天是神的作为 不能指地发誓 因为地是他的脚凳 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发誓 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精神 不可指着你的头发誓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 变黑变白 你们的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出于那邪恶者 这话很像孔子告诉子路的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事之也 好 你们有听有话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犹太人的训练是这样的 所以什么犹太哈马斯部队 都在哪里摆了几个炸弹 然后马上犹太军队就发动几个火箭 然后打到哈马斯那边 以牙还牙 以牙还牙 他只是告诉我 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 这没有几个人做到 我认识的基督徒都不是这样 不是基督徒就更不用说了 他顶多你打他脸 他不告你就已经是很伟大了 有人想要告你 拿你的礼仪 连外衣也给他拿去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挺他走两里路 有求你就给他 有向你借贷不可推辞 那接下来跳一段说 你们若单爱呢 爱你们的人 还有什么赏识 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 比人有什么长处呢 就是外邦人不这样做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 要像你们天赋完全一样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要爱的人 不是真的给你赏赐人 你爱的人包括你不喜欢的人 那在斯大福音书里面 因为耶稣的神迹医疗类的 这个不是我的统计了 这是别人的统计 医疗类总共有十七次 死人复活总共有三次 不包含自己的那一次 然后驱魔类总共有六次 治疗麻风病人 跟治疗贪子 治疗盲人 治疗聋哑人 各有一次 在斯大福音书记载 然后自然类的总共有七次 一次是诅咒无花果 一次是捕鱼 一次海面行走 一次是平息暴风雨 海面行走 那个在圣歌传里面也搞了一套 也讲了这故事 平息暴风雨将水变成酒 喂饱众人 如果他真能将水变成酒 我想圣歌传应该也要假想 有假想我不太记得 把水变成酒这一段 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 如果餐厅叫五饼二鱼 你就知道基督徒开了 还有七饼几鱼 这个在另外 可是这个被引证的非常少 五饼二鱼经常被提到 最后的晚餐 就是他最后要死了 行了这些神迹以后 我刚刚说过 他得罪了当时的犹太的这些长老 祭司 觉得你搞什么 那时候也没有基督宗教 他就等于是犹太教一部分 然后他又没有权力 又没有地位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懂吗 那也没有任何凭据嘛 那他停的就是 他是上帝的儿子 或是他派来的 好 他说有一天 这个最后的日子了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的 麻风的西门 叫西门人很多 坐席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拿着玉瓶很贵的 针拿达香膏来 就打破玉瓶 把膏涂在耶稣的头上 这是尊敬的做法 有几个人心中很不悦 为什么不远来说 为什么要浪费香膏呢 土在耶稣头上就要浪费嘛 你还不知道他是谁啊 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 然后周济穷人 于是向女人生气 为什么不向耶稣生气呢 耶稣要知道的很贵 不要不要拿这个东西去 救周济穷人不要放在我头上 明天我就死了 不需要这东西 没有啊 他也没说 耶稣说由他吧 为什么为难他呢 他在我身上做的事情没事 因为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 要向他们行善 随时都可以 只是你们不常会有我 随时你都可以跟他们行善 但他的生命已经没有几天了 这是后来的解释 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能的 他为我安葬的事 把香膏预先交在我的身上 所以有人认为 这就是他预言他会死掉的那个 这里面对这段 所以十二门诺中有一个叫 叫加略人的犹大 犹大加略是什么意思 这只是取其中一个解释说 他加略是他的故乡 所以叫加略人的犹大 所以这加略人犹大就去见祭司长 然后就把耶稣交给他们 这个交有时候翻译成出卖 这个有人研究原来的希腊 他们听见就欢喜 就给他银子 便寻思如何把耶稣交给他们 除孝节的第一天 就是载愉悦羔羊的那一天 耶稣对门徒说 你吃愉悦节的宴席 我们要去哪里准备 耶稣打发两个门徒跟他们说 你们进城去 有一个人会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 你们就跟着他 那听起来很像情报人员的工作 你当时就安去 就对那人主人说 夫子说客房在哪里 我的门徒好在哪里吃愉悦节的宴席 愉悦节是pass over 你必只给他们摆设一个整间的大楼 整齐的大楼 他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 门徒出去以后进了城 所遇到就跟耶稣说的一样 他们就预备了逾夜节的宴席 那加略人犹大的补充 他是发现千古罪人 犹大福音书就替他犯爱 到底是不是出卖耶稣 还是成全耶稣的苦肉祭 这个书发现以后 大家都认为这是成全耶稣的苦肉祭 而不是出卖耶稣 再回到这里来 所以耶稣跟十二个门徒都来 所以总共十三个人 现在的接受是礼拜五晚上 他们坐着吃的时候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同我吃的人要出卖我 他知道了 那是谁呀 那这里面就是耶稣有这个预知的能力这样 他们就右手起来 一个一个问说是我吗是我吗 耶稣等下来说是十二个门徒中间 沾手在盘子里那个人 人子必要去世 是如经上所说的那样 我就一定会死啊 这命中注定的书上都这么写的 但卖的人有祸了 那人不生在世上到 到时候会后悔你活在这世上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又拿起饼来 助了福剥开递给他们 你们拿着吃 说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助谢递给他们 说你们喝了吧 这是我利的血 这是基督宗教的圣餐礼的来源 当然有人反对这个 在基督宗教里面 我们讲的都不是教会以外的人 有人说这不是 这不是十人主的做法吗 这不是 这是我们跟上帝合为一体的做法 所以这个有些基督宗教 就不尊重圣餐礼 觉得这不应该这样 但这里面原因是说 希望透过吃这种象征的手法 让你能够跟上帝合为一体 OK 是这样的意思 好 也就是说这是我利的血 许多人流出来 实在告诉我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神的锅里喝新的那一人 因为他也没时间喝了 他就要死了 这最后的晚餐 然后后来唱歌啊 就到赶山山去啊 说你们都要跌倒 因为经上说 我几打木羊 羊就分散 什么意思呢 就这些门徒 没有一个人敢替耶稣说话 我减选了十二个人 这十二个人在我死的时候都没有人 都跑了 这十二人全跑了 这门徒怎么就这样了 我减选了十二个不会到最后的时候至少说 留下刀下留人 会拿刀给人家拼了 你们敢杀我的夫子 没有全部的分散 那你卷子上人干嘛呢 这是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你要去解释这件事情 等我复活之后 你们要往加利利去 不要在耶路撒冷 去那些乡下地方 那些人比较 他们管不着 彼得说 众人就算跌倒 我不会 耶稣对他说 好吧 那我告诉你吧 我实在告诉你 就在今天夜里 鸡叫两遍之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你还是众人跌倒 你不会 你到时候跑得比谁都快 你到时候否定我这样 彼得极力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 也总不能不认你 我必须和你同死也不能不认你 老师 你活着我就活着 你死我也保护 你听起来像子录吧 没有 没发生 所以他后来哭得很惨 但是第一任主教理论上就是彼得 因为在圣经的前面有一段 耶稣讲了一个双关 也说 我要在这座岩石上塑造我的教会 那岩石刚好在当时就跟彼得是同一一支 所以呢 后来就在现在的梵蒂冈 传说就是彼得的坟墓上盖的梵蒂冈 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彼得的坟墓 但是你一定要强化这个 我们这一切都是根据经上所说的 彼得极力就要彼得同死 众门徒也说 对啊老师 我们不会跑挺的 我们都会跟你一起死 哎呦尴尬了 好 后来他们来了一个地方叫克西玛尼 然后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等我等我祷告 然后耶稣就 欢迎跑到一个地方去 这也是个谜 他干嘛跑到一个地方去祷告呢 干嘛呢 他的门徒都在啊 他就跑到一个地方去啊 好 于是带着彼得雅各跟约翰同去 因为这跟后来谁是要继承 这是很大的关系 谁有权力继承 好 恐慌起来 吉西玛尼又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至忧伤 甚至忧伤 甚至忧伤 几乎要死 你再对等候吧 警醒 然后就往前走 有匍匐在地 倘若可行 辩教那时候过去 然后他说 阿爸 父王 凡你 在你 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杯撤去 什么意思 这非常非常隐晦的 这意思就是说 他已经知道他要死了 然而不要宠我的意思 要宠你的意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的话 耶稣回来 他们睡着了 就对彼得说 西门你睡觉吗 难道不能警醒片刻吗 你不是要保护我吗 你怎么就睡着了呢 总要进行祷告 免受了疑惑 你心灵愿意肉体软弱 这是后来很多基督徒的一个忏悔 就我真的想做这个 但真的我做不到啊 心灵愿意肉体软弱 我们很多人真的都这样 不必基督徒也这样 后来耶稣又去祷告 说的话跟先前一样 然后呢 回来又见他们睡着了 你要保护他人全睡着了 你保护不 你怎么保护啊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第三次来就他们说 现在你们能来睡觉安歇吧 说够了 时候到了 看了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 三次答案他知道时间到了 起来我们走吧 看了卖我的人进了 说话的时候呢 摔个门徒里的犹大就来了 是犹大有阵子不在屋里面 跑出去了 有许多人带着刀棒 跟祭司长跟文士 这都不是罗马兵啊 都是他们自己犹太人啊 祭司 然后呢 就同他来 卖耶稣的人 给他们一个安号 说我跟谁亲嘴 就是他了 各位后来有没有看这个 黑手党电影 叫做死亡之吻 不是那个吻叫死亡之吻 他把你杀掉以前 他最后会吻你 就从这儿来 你一旦被大哥 黑到 意大利黑手党大哥吻了一下 你就知道你活不过今天 叫死亡之吻 被吻的都很害怕 好 就是他 结果呢 他们就把他拿住 结果呢就到耶稣 然后到耶稣面前 这个有大哥 拉拜 然后他就跟他亲嘴 亲完了 这就是安号 好 最后就下手拿了他 然后旁边站的人 有人就拔出刀来啊 那就把祭司的仆人 砍了一刀 削掉一个耳朵 这看起来像不像子录 这种故事都很像 你知道吗 然后削掉耳朵 而基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带着刀棒来拿我 如同拿强盗吗 他说我天天教训别人 捅你们在殿里 你们并没有拿我 你们要抓我 我每天都跟你在一块抓我 不是很容易抓 为什么今天在这抓我 但这是成就 为了要应验经上的法 好吧 你们这样抓我可以 这刚好就经上的没有法 就表示这一切都是follow 前面说的 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十二个人 一个人不少 全逃走了 耶稣当然就被抓了 有人拿刀挡一下吗 有人替手臂挡一下吗 有一个少年人 身披着一块麻布 跟随耶稣 众人就捉纳他 这少年人还不是十二门徒 他丢了麻布 就赤身逃走了 连路人都有一个 行侠仗义的 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 这故事有时候认真听 认真看 你真的很难过 那当初promise你 你特别精挑细选的十二个人 结果这样 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 也有众祭司长跟长老 还有文士 病文士 这是那时候的语气 都来跟大祭司一同聚集 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 没那个勇气啊 心灵上愿意带肉体软弱 一直进到大祭司的院里 彼得也在 和祭司坐在火里考 祭司长跟全公会寻找见证 控告耶稣要治他死 找不到 因为有好些人做见证告他 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和 这表现都是伪证 好 彼得在院子里面 来那个大祭司一个使女 见彼得烤伙 他不是跟着吗 有人来装作烤伙 结果说 你素来也是同纳莎勒人耶稣一伙 你不是他们一伙的吗 比如说没有没有 我不知道 没有这回事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于是初来到了前院 鸡就叫 这是第一次鸡叫 别忘了鸡叫两次 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说 他跟他们是一党的 彼得又不承认 不是不是 过了不多久 身边站着彼得说 你真是他们一党的 因为你是加利利人 你怎么来到我们耶路撒冷 看出来就是你是加利利人 加利利人就是跟耶稣来的 彼得就发咒启示说 我不认识你们所说的这个人 第十鸡就叫了第二遍 彼得想起耶稣大家说的话 鸡叫两遍之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思想起来就哭了 心灵意悦热体软弱 耶稣的门徒都这样啊 那你我算什么啊 好定上十字架的故事 一大早晨众计司长不是罗马人啊 还没到啊 文士还有全工会的人大家都商议啊 就把耶稣捆绑解交给彼拉多 那他是罗马派来的人 所以彼拉多是罗马派来的人 彼拉多就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因为那些人都说你宣称你是犹太人王 你想造反 罗马人关心的不是灵魂上的事情 不是信仰上的事情 他关心的是政治上的事情 你是不是真要造反 耶稣没有要造反的 耶稣从头到尾的message 他的教导都没有说你要跟政府作对 他说凯撒归凯撒 耶稣归耶稣 所以罗马人其实找不到他的判断的根据 他没有要判断 他只是对犹太教的某些做法不满意 然后提供一个新的一个可能性 新的选项而已 所以对他不满的是犹太人 尤其这些祭司长这些人 这是后来很多学生在探讨说 他其实得罪的不是当时的罗马当局 罗马当局也不在乎他这个小 才12个门徒能造什么反啊 而且那时候都跑光了 就是一群乡下人 那是犹太人对他不满 所以你看这故事 如果告诉你这你就会注意到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 他意思说不是说他就承认 他说你爱怎么说你说吧 或者我们现在说的 这话是你说的 有人说孙老师啊你可能是台大 罪怎么样怎么样 你讲到是可能 我说这话可是你说的 我可没说 心中高兴啊 却要啊 好你说的是 祭司长呢就告他们很多事情 彼拉多问他说 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事 你都不回答吗 耶稣从来不回答 在这后面 第一个可能没力了 第二个他大概就等死了 不回答了 讲什么都没用 以致彼拉多觉得很稀奇 你怎么不回答呢 很多人都是要辩解啊 你怎么就不说话呢 每逢这个节寻辅啊 找的翻译叫寻辅了 照众人所求释放一个求开给他们 如果你们犹太人觉得耶稣该释放 我就释放啊 反正是一个前提啊 有一个人叫做巴拉巴 跟作乱人一起捆绑 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 众人要上去要求寻辅 照给他们办 结果他们要求释放巴拉巴 不是要求释放耶稣 给他一个机会 给犹太人一个机会 让你决定我们要释放谁 所以不是犹太人要他死吗 就这些祭司长 这些人要他死啊 不然的话他是可以被释放的 好 那他原晓得 祭司长是因为嫉妒 才把耶稣解了来啊 因为你太受欢迎了 威胁到我们的存在啊 罗马人无所谓啊 好 祭司长教授众人 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等一下他说要释放谁 各位喊巴拉巴 喊巴拉巴 巴拉巴也可以 随便你喊 听起来就那个发音就行 别喊Jesus Oh Jesus 千万别喊 彼拉德说那怎么样 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 我怎么办他呢 你看他一副 是你们说要办的 不是我要办的 他们又喊着说 给他定十字架 呼呼呼呼呼呼呼 不是给他定十字架 彼拉德说为什么呢 彼拉德还不行 这个人算什么人 从哪个算 彼拉德眼中 这个就不是一个人物啊 他做了什么恶事呢 他们就喊 把他定上十字架 也没说他做什么恶事啊 这群众运动啊 世界上少数群众运动之一啊 苏拉丽怎么死的啊 那讲了半年投票 还是还是让他死啊 这个连言说他做什么恶事 你讲不出他做什么恶事 让他死 呼呼呼呼呼呼 在日文呼呼就是喜欢的意思啊 希望要的意思啊 在台语呼呼就给他死啊 好 彼拉德为了叫众人喜悦 所以就释放了巴拉巴 好吧 那不是他啊 那是他啊 你们的啊 那就把巴拉巴放了 所以巴拉巴因此在世上留名了 他是哪颗充哪颗算 他干了什么事情 他不就是一个小偷吗 好 彼拉德教中文学释放巴拉巴 把耶稣鞭打了 教会上定了十字架 兵丁呢 就把这个耶稣带上衙门领 靠着教旗全音的兵给他 穿上紫袍子 所以在后来的画里面 画耶稣上十字架 一定要用紫色的袍子 耶稣的妈妈 最擅长的是指紫色的线跟猪色的线 然后在另外那个记载里面 他在指紫色的十字 别忘了紫色的一个象征 OK 好 那他们给他穿紫袍 用荆棘滑罐编个罐名给他戴上 你是犹太人王嘛 那给你做个王冠 那荆棘在头上会扎出血来 所以你看那个图片 看那个画像 或看电影 后来耶稣都 头上都流血 就是因为那经济的关系 然后就祝贺他 这当然讽刺了 恭喜啊 犹太人的王啊 非常非常讽刺 这为什么犹太人千年的那个 人家有些人解释 就是你们当初对耶稣这样 这是一个惩罚啊 千年的离善啊 叫Diaspora 当然 当然 你不从宗教立场来讲 那这个当然是呢 那从宗教立场来讲 你看看这个画面 啊 耶稣到底做了什么错事 不就威胁你的存在吗 那你是因为嫉妒吗 啊 好 就祝贺他 他犹太人的王 给他一根围子打他的头 吐沫 在他脸上 然后屈膝的拜他 有人就 然后还故意拜他 你是我们犹太人的王 极尽讽刺之能事啊 西龙完了 就给他脱了纸袍 穿上他的衣服 带他出去 要顶十字架 有一个鼓励那人西门 就是亚历山大跟卢浮的父亲 从乡下来 你知道乡下来的唇部 看到这个地方 就勉强跟他同去 他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利难于西门 不是他的门徒 赵大爷这应该门徒来背十字架 对不对 他都要死了 那十字架多重啊 好 这是一个不相干的乡下来人 利难于西门 所以他们就 他们就带着耶稣 到了各个他的地方 这个他就是骷髅地的意思 这是义音 拿梅墨药 这个是墨 墨药调合的酒给他喝 喝一点吧 然后他不受 于是将他定在十字架上 这个抓揪分他的衣服 看谁得到什么 定他上十字架 已经是四处 这过去翻译的时候 记载时间的方式 有的好像说是 你反正只是从十一点开始 只愁云卯成四 然后初跟正 初是第一个小时 正是第二个小时 所以大概是一点到十一点到一点 三一点五点七九 十一大概十一点的时候 大概十一点的时候 在上面有他的罪状 写的就是犹太人的王 然后又把两个强盗 跟他同一个十字架上 所以那时候有三个十字架 然后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他是中间那一个 古卷上有不同的记载 然后从那里呢 经过人就开始辱马大 每个人看他都觉得他不是好东西 摇着说 你这个拆毁圣殿 三六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 从十架下来吧 你不是说你有办法 你不是神的 你去来住啊 讽刺 祭司长跟文士也这么戏弄他 彼此都说 他救了别人啊 就不能救他自己啊 这能干啊 这人 以色列王 基督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下来了 你有办法 你就从十字架下来啊 或者飞上去啊 对吧 然后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看就会信啊 那跟他同定十字架也计较他 连那两个要死人也笑他 我们死在这算了 你你不是有能耐的人吗 从武政到身出大地都变黑 那是中武 就忽然间物云密布啊 又有几个人做假见证告他 做伪证啊 他们听见他说 我要拆毁这个人手造的殿 三日内另造一座 不是人手造的殿 他们就这么做见证 耶稣没说过这个话 这都是假的啊 也是各不相合 所以假新闻是从现在开始的吗 不是的啊 把耶稣送上这个十字架 也有假新闻的成分啊 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这时候还沉默是金吗 这些人做见证告你啊 做的是什么 耶稣却不言语 一句也不回答 啊 我们现在只要保持沉默 就觉得你有罪 你看你认罪了吧 你没脸回答了吧 大祭司问他 你是那个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 是不是啊 耶稣说 我是 你们必看到人子坐在那全能的右边 左边是红袖拳 根据后面的解释 架着天上的云降临 大祭司撕开衣服说 好吧 我们何必在见证前 你们已经听见这个健忘的话 你们的意见如何 都定他该有死罪 有人就吐喷喷在他脸上 蒙他脸 全都打他 对他说你说预言吧 才一过来就用手上打他 极尽凌辱之能事啊 好 这是不同的记载啊 马可平说 生初的时候 马可平因为是比较早的 耶稣大声喊着 以罗伊以罗伊 撒马 拉马 撒巴 各大尼 这是 翻出来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这句话也是后来解释说 他为什么在后面讲 神离弃他呢 难道当初有 Promise 会来救他吗 你就不要讲话 排阵到时候 就会有人来救你 就 迟到吗 生初的时候 这时间这样 大声喊 以利以利 这是以罗伊 以罗伊可能翻译的问题 拉马 撒巴各大尼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好 那时候 越有五正 遍地都黑暗 直到生出 日头变黑了 这路加福音说的 电影里的曼子 从当中列为两半 在张艺谋的电影里面 有一次就拍那个布 就像撕成两半 声音实在是好听 耶稣就要大喊 父啊 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这记载就完全不一样 好 然后 这个约翰福音说 耶稣藏那个处 就说成了 就低刹头 就死了 诶 四个福音书有三种说法 到底耶稣说了什么 这也就是有人会怀疑这个 好 李雅明对照以后 他说 这死前的话互相矛盾 无法医治 可以看出来 比较早的时候 他都强烈的埋怨不满的意思 到后面就变得能够接受了 确实有这样的意思 然后这些都是福音书作者 从旧约上抄来的 因为马太福音说 我的上帝 我现在为什么离弃 我是旧约诗篇里面的话 路加福音的这句话 是从旧约诗篇里朝来 文字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他可能在背诗 从这另外一个意义来说 好 这个有人说 这是耶稣宽宽宽大量的表现 很可能也是加上去 最后 我觉得这个推论 就比他上一个推论 要来的有证据 我们要就事论事 不是说他那边讲不好 其他他都讲不好 这个部分我觉得 至少还是可信的范围 然后福音书说 耶稣临死前话不一样 基督教传统 为了协调几件 就把四福音书 耶稣定在世上讲的话 都列在一起 称之为耶稣临死前的七句话 有些评论者就说 基督教为了统一 把适应福音书 死前讲的话 都放在一起 结果意义变得很分歧 我想所有的人 都可以看出那几句话 是不太一样的 那为什么还放在一起 我想第一个 就没有要隐瞒证据 隐瞒证据的话 他可以把它全部 不变成一样的 你就找不到破绽了 那显然这种不一样 当初编圣经的人 自己就知道 所以他就如实地摆出来 又怎样呢 他们一定有他们的解释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他们有虚意要作假 如果要作假 就应该照他说 都讲成一样 那四大福音书也不必了 一福音书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反而证明出来 这个新约圣经这部分 是很有意思的 没有要作假 如果要作假 这是最好作假的地方 还有后面也没作假 这个我后来补充了一下 基督教有成为实价七言 先后顺序是这样的 那这个由我渴了一段 我把灵魂就在你手里 这个 我们就下礼拜用复活来开场 我讲那么细 是因为这在西方文化史上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很多人都胡伦吞枣的 就了解这故事 我讲的比较细 是让你知道 这里面有很多很关键的地方 是我们平常在接受这种资讯的时候 他不会讲那么清楚的 所以耶稣不是被罗马人 罗马人是最后有权力执行的人 其实还是当时的犹太人 特别是那些祭司长们 为了自己的权力 要不然他犯了什么罪 他犯了什么罪 你只要用现在方式来想 为什么 现在有任何人有权力去判耶稣死刑吗 他干了什么 他就到那么地方传道 然后把人家破坏 顶多迫害公务这种事情 绝对罪不及死 那苏格拉底也是 苏格拉底用现在标准来看 他就是不信神 我们有宗教自由 他也不及死 这有趣的是西方的很多 这个穆罕默德例外 苏格拉底跟耶稣都是被判死的 孔子是自然死亡 穆罕默德也是自然死亡 然后被判死比较光荣 还是自然死亡比较光荣 各位可以好好想想自己的未来 不要还记住门徒都不太有用 所以各位只是我的学生 不是我的门徒 我最后这一刹那 你真的不必躲起来 我们上礼拜讲到了 有关复活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礼拜继续讲复活 这复活是基督宗教中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复活 就不会他再来 他如果不会再来 这个教会里面 一旦宣扬了说他会拯救人类 也就失去了依据 所以为什么要强调复活 是这样 因为有时候你觉得说 不强调复活 耶稣的精神也很伟大呀 因为后面越搞越大 越搞越大以后 就必须这不能丢掉 一旦基督宗教里面没有复活 那就讲不下去了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那我们一般人认为 是普通人又怎样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普通人 但是他们强调复活 所以在早期的一些基督宗教的教派里面 是不相信复活这回事的 这不是只有我们后人 不信教的人会这样想 那马可福音里面的记载是这样 说过了安息日 安息日就是他们通常是礼拜六 现在的礼拜六在以色列是放假 应该是这样 阿拉伯人是礼拜五放假 一般人是礼拜天放假 所以如果到某个地方 又有阿拉伯人又有犹太人 大概就放三天 摩达拉的玛利亚 摩达拉的玛利亚在圣经里面 一般被认为是妓女 因为受到耶稣感召 那在比较其他的记载里面 他被怀疑是耶稣的最好的学生 在玛利亚福音书里面有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那在像达文西密码里面 他就是耶稣的太太 所以这个特别女人的位置 到底是怎么样 教会正统的说法 当然她就是一个 叫做从良的妓女 但是其他的记载不是这样 所以玛达拉玛利亚在后来 几乎在耶稣的重要场合 她的十二个门徒 全都跑掉的时候 摩达拉玛利亚都还在 这也是一个 如果你要去深究的话 那他可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位置 还有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这都是采齐亚米亚 都叫玛利亚 还有一个叫沙罗米的人 叫沙罗美 那这个都是很常见的名字 所以他早期的翻译 跟我们现在的翻译是不一样 就买了香刀 要去高于耶稣的身体 通常死人以后 你要他们为了保持一些 去抵下这个尸体 让他不要那么快腐化 就会在他尸体上涂油 这个高就annoyment 然后七日的 那个七日 第一天早上清晨 这应该就是礼拜天早上 如果他是礼拜五中午左右 钉上十字架 然后三天以后 他那个三天不是我们讲 第一天 礼拜五不算 礼拜六一天 礼拜天一天 礼拜一第三天 不是的 他是从犹太人的算法 从日落以后算第一天 所以这个日落以后呢 到第二天日落是一天 礼拜六日落 礼拜六日落到礼拜天的日落 是第二天 然后耶稣那个就算一天结束了 所以耶稣死掉 就第一天是在礼拜五的日落 那第二天的开始 就礼拜五的日落到礼拜六的日落 第三天就礼拜六日落到礼拜天的日落 所以这应该是礼拜天的早上 一清早 出太阳的时候 他们来到了坟墓那里 那个坟墓被弄到一个山洞里 彼此说 谁给我们把石头木门滚开了 那个石头很大 显然需要一点力气 就他们去的时候 那个石头已经被推开了 谁推开了 不知道 这个玛利亚这三个女人 没有一个人知道 然后他们进到坟墓呢 其实进到一个洞穴里面 看到一个少年坐在旁边 右边 你要注意这个 右边一直是很多文明很重要的位置 如果左右两边有人的话 右边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这样 好那穿着白袍 现在有些人有外星的想像 就开始说 这就是外星人啊 一个少年 不然这少年是谁呢 不是耶稣的圣盖门徒啊 不是啊 那这少年也不可能把石头推开啊 那不推开他怎么进去呢 一般对少年的想像是 他的力气没那么大呀 所以这里面 所以他们甚为惊恐 因为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事情 啊 这怎么可能 石头被推开里面做一个少年 然后可能啊 如果他惊恐的话 我们可以推想 他大概除了是少年之外 他可能长相 还什么都不太一样 啊 好那少年就对他们说 不要惊恐啊 你们寻找那定时价的那大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 已经复活不在这里 啊 这句话呢 就看你要怎么解释 一个解释说 其实他被钉上十字架 合情合理的解释 不讲那个神意的话 他被钉上十字架以后呢 其实只是昏厥过去 没有死透 啊 啊 所以放在那里面 他的血大概停了 然后怎么样 所以他就醒过来 醒过来呢 也可能有人来拯救他 石头推开 大概也不是他一个能力可及的 所以他就走出去了 就是不在那个地方 啊 啊 那这显然有一些圣经的记述者 啊 记载这个福音书的作者 不了解的地方 啊 所以呢 这个小孩做这个这个少年做 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啊 就都 他说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啊 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 彼得也是他的门徒啊 反正都跑了 彼得就是那个 在基教以前 要三次不承认 他是耶稣学生的那个人 啊 他在你们修 他在你们 他在你们 已先往加利利去 所以离开了耶路撒冷到加利去 因为就到乡下去 政府的那个力量 会比较弱一点啊 在那里你们要见到他 正如他在之前告诉你们的 他为什么往加利利去 不是往天上去 如果是外星人的想象的话 啊 难道太空船在加利利等他吗 啊 所以这也是一个 呃 不知道你要怎么解释啊 他们就出来从坟墓内逃跑 啊 就是那三个女人啊 这件事情 时代太奇怪了 然后这个人讲话呢 也太奇怪 他不是死了吗 我们拿油膏来 就在身体涂抹啊 什么 他就往加利利去了 不明明死了 啊 我想当时这样 所以呢 他们就又发抖又惊奇 什么也不告诉别人 你怎么讲啊 谁会相信呢 啊 还有那时候他们去帮耶稣图高 如果算是的话 是不是也是违反 当时的这个规定 然后可能会被当时犹太人 这个 当时犹太人可能也会很麻烦 因为他们害怕 但第七十清晨 跟耶稣复活了 啊 这个可其可以 就先像摩达拉的玛利亚显现 这两段的记载有点冲突 因为这边记载他已经走了 然后这边说 一清早复活 就像摩达拉玛利亚显现 摩达拉玛利亚不是刚刚跟其他两个女人吗 啊 所以这种 这段的记载真的是有一点点问题 啊 如果你要对 然后耶稣呢 曾经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 啊 然后他就告诉呢 向来跟随耶稣的人 那时他们正在哀动哭泣 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了 被玛利亚看见 确实不信 因为这个人不是什么有公信力的一个人 这个人是曾经身上七个鬼 如果按照这解释 他可能精神上面是有点问题的 照我们现在说法 那你怎么会相信一个人 精神上有问题的一个人跟你说 啊 蒙古人复活了 不是神经病吗 啊 如果我们一般人心中可能是这样想的 啊 所以不信是这样的道理 啊 所以当时不信 哪有复活这件事情 明明大家都看到他死了 啊 怎么会就复活呢 好 那这事以后 门徒宗有两个人往向下去 门徒宗有两个人 哪两个人没有讲 那显然这件事情 如果真出来 就是门徒宗那两个人看到 他来告诉 哎呦我们往下去的时候看到 看到什么呢 耶稣变了形象 既然耶稣变了形象 你怎么认得出来呢 对不对 如果今天上台的人 是另外一个人 年轻的很 然后没有胡子 然后身体又瘦 你想 上礼拜孙老师都不是这样 这礼拜什么 一礼拜瘦二十公斤 啊 什么之类的 这可以当减肥广告啦 啊 两个人嘛 走路的时候 耶稣变了形象 让他们显现 他怎么知道是耶稣呢 那有一个家伙出现了 啊 这个 然后说 我是耶稣 啊 啊 如果那个你的手机 可能都不会认识你啊 这脸部辨识的话 好 所以这个变了形象 这个事情 他们就去告知 其余的门徒 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 没有人相信这种事 啊 后来十一个门徒作息的时候 为什么十一个 因为犹大 在前面不是就就出卖了 所以不算他 十一个 这时候还没补上 所以十一个门徒就聚在一块 耶稣向他们显现 责备他们不信 你这不是很难过吗 我选了十二个人 我觉得这十二个人 算是我最精心调养的 这个选民 结果其中有一个出卖我 啊 好啦如果这出卖 是我跟他合意的就算了 对吧 然后其他十一个人 啊 前面跑到不知道好哪去 然后我跟他们显现的时候 他还不相信 我就是原来那个 啊 你想这个 这个不爆出口 大概也很难 啊 不过人家是耶稣 显然不会爆出口啊 只有我们这种俗人的 所以不信啊 心理刚硬 因为他们不信 那个在他们附会 又看见他的人 因为变化太大了 你怎么说 你就原来就是我们老师 不信 这没有说变化多大啊 但是我们从这个行为的表现 显然十一个人如果都不信 那大概真的没有人认出 他就是哪个 原来的耶稣 啊 在外形上至少 然后他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 啊 这也是一个 就是基督宗教 这特别是耶稣的道 到底只是要传给 这些人 加利利这些 或者在以色列当时的这些人 还是要到其他地方去 传给外邦人 他们叫外邦人 英文叫Gentile 显然这里的话是要传给外邦人 可是呢在后来的门徒里面 大部分人都只在犹太人 六太人的居住的地方传教 传给外邦人的人是保罗 保罗才要跟外邦人传教 那耶稣这样讲 显然保罗是对 但保罗不是十二门徒之一 他不是 不是 所以后来有人说 其实后来我们现在相信的基督宗教 其实是受到保罗影响很深的宗教 好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就被定罪 所以各位有时候在街上看到 有一种基督宗教教派 说信耶稣得永生 以前都在火车站 然后你知道下一句话 他为什么不要讲了 讲了吓死你 不信耶稣得永死 跟这一样 信的得救 不信的就要定罪 你比如说不信的 那随便你信阳自由 你不信是OK的 不是 你不信了 没有别的路你就死了 而且是永死 所以信耶稣得永生 这话能讲啊 对吧 很正面的故意 信耶稣得永死 这话最好不要讲啊 讲了人家 人家就更生气了 所以我每次都说 各位以前我们的人的时代 是在电线杆上 会写信耶稣得永生 或者另外一面会写 请常念阿弥陀佛 来看电线杆走到哪一边 另外可能有说 遗失狗一只 如果找到酬谢金 一万块钱 有小狗的照片 电线杆现在不能乱贴东西了 以前都是乱贴东西的 好 所以那里不信的 受洗信的要得救 不信的要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所以你信了 神就会保护你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 那时候人相信人被灵魂附身 或者有什么是赶鬼的事情 教廷到现在有没有 不知道 但一直有一个部门 是驱魔的部门 驱魔 那个电影大法师里面 那个教室驱魔 那个是真有这种部门 那有这种部门 显然他们相信是真的有鬼 而他们可以驱鬼 他们有授权 这不是那种怎么导师 是林正英那种道士片那种驱鬼 他不是 他是教室驱鬼 他们有一套驱鬼的方法 以前更新文教院有一个神父姓王 在台湾 他就是能驱鬼的 但是有些人呢 是现在精神医学认为 他是被精神疾病 但是有些人呢 不从精神疾病的观点来看 就是说他被魔鬼附身 如果他还信天主教 他就要请这个神父去帮他驱鬼 所以同一个现象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那驱鬼这件事情 是在教会传统里面是有的 我们现在从科学立场 说哪有这种事 就是精神的问题嘛 而说新的邦言 就是他讲话没人听得懂 没有人听得懂 那这个在现在精神疾病里面 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有人头脑混乱 那有时候讲话你是听不懂的 有人脑中生病了 也会这样 不知道讲什么 像讲梦话一样 你有时候也听不出来梦话在讲什么 所以这也是 然后手能拿蛇 这显然是个奇迹 在印度大概不算 印度很多人 对不对 还吹那个笛子 那蛇就出来了 如果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 这太厉害了 这个百毒不清了 手按病人就避好了 我想这医生就没工作了 只要手按一下就好了 主耶稣跟他们说完话以后 后来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边 所以后来洪秀全说 那我就坐左边吧 这也太搞笑了 当然在当时 如果太平天或塞 我这样一讲我头就落地了 我就只好坐在神的前面 那我只能说你们右边左边都有人 我坐前面我不能坐后面吧 对吧 门徒出去了 就开始到处宣扬福音 和他们的同工 一起去宣扬福音 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来到阿门 这整个故事就完了 这是被认为最早的 这个马可福音说的 那李亚明的整理 这个李亚明是台湾的一个教授 不是研究神学的 他好像是练理工的 很认真的对这个 他说研究这个教 他说诚实对待耶稣这个书 说到马可福音空墓的故事 后来加上去的 那保罗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是根据有些文献 确实是这么说的 早期的Q文件讲过了 Q文件就假定 这几大福音书里面 共同的来源是Q文件 我认为Q文件也可能就是一个 活在大家当时门徒的脑中的 这个耶稣的故事 不一定真的有个文件在那里 然后这个作者多马福音也不知道 因此没有记载这件事情 保罗书信的年代是比福音书要早 基督教会人自然会引用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的话来反驳这个论点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 若基督没有复活 他们所传的道就是枉然的 你们信的也是枉然的 所以他们信的是一个有复活能力的一种 一个特殊的这个耶稣 一个救世主 一个米赛亚 一个基督 这都一样的意思 保罗听到的话到这里并没有完 保罗在哥林前书还说 会有人问死人怎么复活 带着什么身体来呢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 他所种的是必朽坏的 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所以已经超越了这种腐败的身体 到达了另外一个灵魂的一个境界 那这个境界是不会朽坏 这个在柏拉图时代就有 这比耶稣他们还早 在佛教也有这种灵魂不朽的概念 所以这个不是太稀奇的事情 我们上次也讲过在这个 犹大福音书里面 他们信仰的也是一种肉体是会朽坏的 那灵魂不会朽坏 就抛弃这个肉体 追求更永恒的东西 他说兄弟兄们我告诉你们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必朽坏 不能承受不朽坏 这都说明保罗所说的 耶稣复活指的是精神意义的复活 引用保罗句子的人 没有人把他画引用完全 所以这里这个李亚明斯想说 就算有复活也是精神上复活 而不是肉体上的复活 因为他都变形了 这变形英文叫transfiguration 就是他的外形都改变了 这个是这个说法 所以复活在这里 就是说应该是一个精神上的意义 好 这是耶稣生平的讲义 接下来我们讲这个耶稣的思想 耶稣相对原来是比较容易讲的 因为他的东西比较少 当然我读的也不多 所以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这个当时的记载就是约瑟夫的犹太古史 这个上次我也讲过 我早先看到版本 没有看到这一段 后来的有 所以当时有名智者叫做耶稣 他有加美的行为 就是他行为是很善良的 并因自己的德性著称 这个约瑟夫不是犹太人 不是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知道这样的事情 在犹太人跟其他民族中 很多人跟从了耶稣做了他门徒 彼达都将他定罪 并且他定死在十字架上 然而那已经成为耶稣门徒的人 并没有因而背弃自己门徒的身份 他们宣称说 耶稣在被定在十字架的第三天 向他们显现 耶稣已经复活了 因此耶稣可能就是那位米赛 怎么讲是可能 他也不敢确定是不是 但犹太人相信是 我最近在读穆罕默德的东西 就是犹太人到了第六世纪 第七世纪的时候 有人相信 穆罕默德可能就是 犹太经典上那个 要来拯救他们的人 所以当时有些犹太人相信 穆罕默德是那个人 那当然后来犹太教 在那个穆罕默德出现之前 就已经有了犹太教 有了基督宗教 那因为这个犹太系统里面 相信有个米赛尔要来拯救他们 那后来在伊斯兰教里面 穆罕默德叫做最后的先知 就在他之后不会有人再来了 你放心不会有人再来了 所以那时候是有人相信 好所以耶稣已经复活 耶稣可能就是米赛亚 众先知已经就他做出了奇妙的预言 因为在旧约里面很多预言 然后谁能符合那个预言 谁就是那个米赛亚 所以有人认为这个耶稣的这个故事 都是根据了旧约的预言 然后量身定做的 既然这边说他要骑着驴子进城 然后他就我们就描述他骑着驴子 进到耶路撒冷 为什么不是骑着马 不是骑着骆驼 不是骑着其他的这个坐骑 说他要怎么样 就给他怎么样 所以有人认为这个故事是后来 耶稣的故事是后来加上去的 并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这个如果在今天这一点困难都没有 你说这个将来要拯救台湾 或者拯救中国人的先知要出现 那他会有几个特征 那你把它制造出来都可能的 这现在是不困难的这件事情 好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记载